如果讲的不好的话,你们可以用字幕 好的,好的,我们会都双双字幕的 您请继续说,您刚刚说您就加入那些移民的义工的组织去帮助新的移民 对,后来我在帮助移民的机构做他们的董事,还有会长这些东西 还有,我创约之后,我看到加拿大一点的历史 就是觉得原来加拿大过去的150年,其实有很多地方做到不好的 尤其是对娃人,你看看我们的历史,你可知道了 我们第一批很大的娃人移民是什么时候了,就是1858年的时候 1858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就是在我们加拿大西安 我们跟美国的西安发现了金抗 就是华工来这边输出劳动力,挖金 对,挖金 之后呢,挖到十年八年之后,没有了 这里的华工他们没有工作了,当时的加拿大的政府 希望把这些人赶走 对,因为他们不讲英语 第一,因此可以想到他们会找不到工作的 找不到工作就可能做坏事,比如说偷啊,其他不好的 因此最好把它送走 但是还没有送走之前,特别人在大概1880年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加拿大历锅的时候是1867年 当时只有四个省份 就是Nova Scotia,New Brunswick,Kubek,安大历 和安大历四个省 当时这四个省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跟其他的省份也说 你们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联邦政府 很多人也没有问题 只有当时的BAC省 BAC省 他们有问题 就是我们离开你们怎么远 其实我们有很多选择 就是我们可以载入加拿大 也可以载入美国 因为它跟美国也很近 是的 他们开出的条件就是 如果你们可以有一条铁路 就是把我们西边连到我们东边的 是的 是的 我们就加入加拿大 那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 加拿大政府呢 听到整个建议 觉得有一点困难 但是也很好啊 对不对 因为加入加拿大比较大家庭 是的 好我们答应 然后呢 他们呢 就开始了 请很多本地的人 建铁路 修建这条条路 当时呢 加拿大政府呢 给我们本地的铁路工人的工资了 大概是五百块钱一年 五百加币一年 嗯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 五百块钱 已经很多钱 已经算是高工资 对 过了一年时间呢 加拿大政府呢 知道了 如果基数下去了 加拿大政府会破产 太贵 会被拖垮 会被拖垮的 对对对 然后呢 他们想到 哎呀怎么 花金那个 挖工在这里 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 是 工作 我们可以想到 捡他们的工具 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 比如 其实呢 当时呢 他们 我们的挖工呢 说哎呀 太低了 我我我 我们要高一点 也可以的 你就 当时他们提议 给他们多少人 嗯 两百五十块钱 一半 就捡了一半 捡了一半 捡了一半 嗯 花工哎呀好好 好 因为他们没有工作 是 然后呢 再开始 还有呢 他们 第一没有工作 第二就是呢 他们呢 这些挖工呢 有很多子女啊 太太啊 他们在中国的 他们希望呢 再一点钱呢 回中国 哦 哦 因此呢 哎呀好好好 因此呢 第三呢 就是他们呢 不讲英语了 嗯 他们工作的时间呢 非常的长 嗯 要打化学线 哇当时呢 主流的人呢 看到 哇 中文怎么群力的 嗯 嗯 很厉害的 哎呀 哎呀 不如我们呢 把所有的 啊 华工呢 请过来 是 之后发现呢 也不够 嗯 从中国大 量的 大量的过来 嗯 然后呢 很快急 就把铁路建好了 当然呢 我们呢 看到很多历史的 知道呢 很多华工 他们在 呃 铁路的时候 洗掉啊 受伤啊 很多 呃 那场话 嗯 好了 建好之后呢 呃 我们在来的政府了 就发生 哎呀 这些工人 呃 华工 现在更多 是更多 是 我们一定要 把他们 赶走 就在1885年 他们想到呢 就是啊 不 呃 呃 可不可以呢 收他们的人头税 嗯 1885年 开始的时候呢 收到人头税呢 是 呃 25块一个人 嗯 觉得 呃 华工呢 当然呢 很多人没有钱的 跟他们的朋友 呃 这 这之后呢 呃 再拿到政府了 哎呀 不太低了 嗯 我们 几年之后 到啊 1890年了 嗯 嗯 然后呢 也有啊 华工了 哎呀 也给 嗯 之后呢 到啊 1903年 嗯 13年之后呢 把这个人头税呢 加到 五八块 哦 五八块 那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华工 他们之前的 两年的工具 是 在当时也是非常多的钱 非常非常多 嗯 基本上呢 是没有人可以 交得去的 交得去的 当然呢 当时呢 有很多人离开 哦 然后呢 有很多人不离开的 也跟他们的朋友 这 哇 这之后呢 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呢 还 还钱 哦 那当时就是 一年的收入 大概是在 一个什么水平呢 呃 华工是两百五十块 当时他们还是两百五十块一年 对 之后呢 已经没有工作了 没有工作到收 政府收人头税五百 五百块是 他们过去的工资的 两年的工资 那以当时的水平来说 是五百块 当地人的收入一年是五百块 当地人五百块 所以他就要把你一年的收入 全部要交给拿走 拿走 哦 相当于其实就是变相的 希望他们离开 对 你们离开 就可以了 你负担不了 你就离开 并且呢 这些东西呢 这些东西呢 这些出事对华 来讲 非常不公平 对不对 是 这个 还 不是最后的 嗯 大家知道啊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1914到1919 嗯 对不对 打完大战之后呢 你知道 全世界也 人 缘重因为 消耗很多 是 啊 大家可以还记得了 在1922 20 2022 22年呢 在美国的华语这些 股票的 是 大跌 因此呢 在 1923年 加拿大的政府呢 为了加拿大本身的好处 嗯 就想到了 我们应该 有一个法律 就是了 以后不准华人进来 哦 当1923年呢 做了一个排华化 之后呢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最大的问题呢 有很多华工 他们在这里 他们 因为呢 他们 基本上呢 第一 走不了工作 第一 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困难 嗯 他们在几年前呢 把他们的家庭 比如说 子女啊 妻子啊 送回中国 希望他们继续回来啦 一个人工作了 处一点钱 然后呢 把他们的心情挂来 是 但是呢 1923年之后有排华化了 嗯 他们的家人呢 过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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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不来的时间呢 维持啊 呃 非常非常的长 嗯 就是 所以 当时在加拿大的很多 呃 呃 打至多于是 对对对对对对 看其他的调的人 因此呢 他们啊 呃 从从军 他们加入到军队 呃 呃 呃 然后呢 就打仗 打仗之后呢 当时的总理 嗯 他们觉得 auf 啊 国人其实呢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也有贡献 是 呃 过去做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把这个排华化拿掉 有一点可笑的就是 当时的总理 他取消排华化的总理 就是24年前 开始排华化的同一个人 其实也是华人经过这么多年 自己的努力让他证实和看到说 你这样对待是不公正的 对 这件事对我的感受最大 我觉得就是 其实加拿大是一个讲道理的国家 如果1923年的时候 有一个华人的领袖 比如说议员 或是在华人地区可以讲英语的人 他们对当时的战拉的政府讲了 这个排华化不公平 不应该的 战拉的政府会听的 但是没有这个声音 哦 我明白 因此之后我在战拉的参与月之后 我慢慢的占到一点钱 我觉得就是 我们应该推动多一点还参政 因此在往后的时间 我也参加我们在安选有一个玩参政会 希望鼓励玩投票 玩参政 但是很多年也没有 也没有很多人的自己跑出来参选 然后到2006年 我自己来 我第一次参与市政府的选举 当然因为华人的投票率 不好意思 打断您一下 这个调度 帮您重新加一下 可能滑了 好的 谢谢 好 您谢谢